好太太做家务时 翻断了以前的日记本 日记本上记载了很多好丑鸭小时候的求是 美鸭当然不能放过开老哥玩笑的任何一个机会 打开日记本就在沙发上仔细研读好丑鸭成长记录 又名儿子太傻了怎么办 再见到挺急的 日记的开头乍一看平平无奇 其实暗藏新的时态等着我们学习呀 主语加what's war加现在分词加其他 这个新的时态就是过去进行时 过去进行时常表示过去某一时刻或过去某一阶段正在进行的动作 我们请鸭子兄妹俩来给我们解说解说 好学但不爱看书的美鸭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做作业 I was doing my homework at that time yesterday 这里的过去进行时表示的是过去某一时刻 再把镜头给到记不好学也不爱看书的丑鸭 昨晚我一直在看电视 I was watching TV last night 这里的也用的是过去进行时 表示的是过去某一阶段内正在进行的动作 看电视强调的是过程 同样都表示过去 有的同学就疑惑了 过去进行时与一般过去时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很简单 过去进行时着重描述当时正在持续进行的动作 强调过程 一般过去时表示发生过的动作或存在的状态 说明动作发生过或者已经结束了 强调事实或结果 She wrote a letter to her friend last night 她昨晚给她的朋友写了封信 这里用的是一般过去时 说明昨晚写信这个动作发生过 She was writing a letter to her friend last night 她昨晚一直在给她的朋友写信 这里用的是过去进行时 强调昨晚这个时间段她一直在写信 Zero coins everywhere We looked for them But we could not find the norm While we were having breakfast Our little boy 丑鸭 Fucked two small coins on the floor 这句话是while引导的时间壮语从句 表示在某事发生的同时发生了某事 句子里的丑鸭是our little boy的同位语 其补充说明的作用 当一个名词对另一个名词或代词进行修饰 限定或说明 那么这个名词就是同位语 同位语与被他限定词呢 我们的老师李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 这里的our teacher是Mr. Lee的同位语 用来说明Mr. Lee的身份 He put them both into his mouth We both try to get the coins But it was too late He had already swollen them Late that morning When I was doing the housework My husband found me from the office 本句中 画线的部分是个壮语从句 壮语从句是一种依赖主句而存在的分句 做句子的壮语 时间壮语从句的作用 是用来说明主句动作的时间 主句动作可能先于或者后于从句动作 或者与从句动作同时进行 好太太的预计中出现了很多 有when和while引导的时间壮语从句 when和while都表示当什么的时候 区别是when既指时间点 也可以指一段时间 while只指一段时间 因此 when引导的时间壮语从句中的动作 可以是短暂性动词 也可以是延续性动词 而while从句中的动词 必须是延续性动词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究竟什么时候用wire 什么时候应该用when呢 我们细细捋一捋 一 当前后两个句子的动作都正在进行 此时要用wire 举个例子 当我老公在工作的时候 我在打游戏 这里打游戏和工作这两个动作都正在进行 所以用wire 二 当前后两个动作都是瞬间发生的单一行为时 通常用n 并且前后两个单一行为通常是紧接着发生的 啥意思呢 比如当电话响起时 我接了电话 I picked up the phone when it ran 电话刚响起来 我就用我的霹雳无敌闪电手接了电话 前后两个动作都是单一行为 而且接电话的动作紧接着电话响起之后发生 所以这里有1 三 当一个动作正在进行 另一个动作是一个单一行为时 正在进行的动作前面可接wire或者when 比方说 while we were having breakfast our little boy抽鸭 放 two smart coins on the floor 再比方说 he called when I was sleeping 四 当一个动作正在进行 另一个动作是单一行为时 单一事件行为前面直接问 举个例子 I was sleeping when he called 他打来时我在睡觉 这里不能用wire 因为he called是瞬间的动作 这种单一行为的前面只能接问 只要掌握以上四点 with while的使用场景 就再也难不倒大家了 How's Choya? he asked I don't know I answered Choya has been to the toilet I played three times this morning but I haven't had any change yet 原来小时候的好丑鸭就这么爱财 早饭都要吃两枚硬币解解馋 好美啊 关上好太太的日记 笑得东倒西外 等好丑鸭回来 她一定得问问 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两枚小硬币之间 神在何方呢? Do you like stories? I want to tell you a true story It happened to a friend of mine A year ago Haven是个动词 表示发生 好丑鸭口中的 It happened to a friend of mine 其实是和Haven有关的 一个很常见的短语 Something happened to somebody 某事发生在某人的身上 丑鸭有个远房表哥 没什么特别爱好 只喜欢买彩票 而且没买必重 她有只口头船 Good things always happen to me 总有好事发生在我身上 真羡慕啊 不过我觉得这可能 也和表哥的名字 有点有关系 毕竟表哥叫好运呀 Haven除了表示发生 她还有另一层含义 碰巧 It so happens that 表示碰巧发生某事 最近镇上的小区团 有个男演员哄得不得了 大夫很开心 整天乐呵呵 因为 那个有名的演员 碰巧是她的哥哥 It so happened that the famous actor was a brother 美鸭看了看旁边 身群遇见肥胖 好吧 茁壮的好丑鸭 表示很羡慕大虎 为什么自己不能碰巧 也有个英俊帅气的 演员哥哥呢 唉 戳破好美鸭幻想的泡泡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 继续听好丑鸭 来讲他朋友的故事吧 他们在走到手里 甚至是一轮子 爬取了一轮子 电脑鸭向着 便宣传 丑鸭讲故事的时候出现了很多词 过去完成时 什么是过去完成时呢 过去完成时表示一个动作 在过去某一个动作 或过去某一个时间之前 已经发生或完成 说白点就是动作发生在过去的过去 通常以head加过去分词的节奎出现 它的否定式一般是在head的后面加not 疑问句式呢 就是把head提前 比方说 昨晚我在看电视之前 已经写完了作业 完成作业这个动作发生在看电视之前 而看电视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 所以这句话我们要用过去完成时来表达 可以这么说 过去完成时与现在完成时的区别也很简单 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 两者的时间出发点不同 过去完成时以过去某个时间为基点 它所表达的动作不仅发生在过去 更强调的是过去的过去 而现在完成时以现在作为时间的基点 动作发生在过去 侧重强调对现在产生的结果或造成的影响 比如 要买只鹦鹦放在厨房 下一下每天晚上都出来偷糖吃得好美呀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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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